各位好 很久沒有做視頻的更新了 那實在由於最近幣圈慘淡了 很多人相信都已經關機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想說如果說你不小心入坑 不管什麼原因入坑 你自己願意還是聽別人入坑去買機器 然後挖放到現在都還沒回本的朋友 那我想提供一個說明 讓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也就是時間電價 那如果說你還沒申請時間電價的話 奉勸你趕快去申請 要嘛你就去申請時間電價來做一個挖放 要嘛你就把機器關了 不然你真的會越挖越虧 好那我簡單介紹一下台電的時間電價 我們看一下時段說明 好點一下 這邊呢我們可以到這個網站去 OK我會提供連結在下面 好那基本上有兩段式跟三段式 那基本上呢我們申請的都是 住商檢疫型時間電價 標準型你就不要看了 那至於兩段式跟三段式呢 它的優缺點呢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 我們今天簡單講一下 什麼叫離風日 離風日就是綠色的這一段 週六週日 還有就是每天的二點半 就是10點半以後到隔離 次日凌晨的7點半 這是離風的電價是非常優惠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三段式的部分 好三段式的OK 住商檢疫型的時間電價 好它的計算方式 你看啊它綠色的部分跟兩段式的是一樣 都10點半到次日的7點半 那多一個半間風 那半間風的費用呢就會比剛剛兩段式稍微便宜一點點 那怎麼申請呢 你可以打電話給台電 然後問一下怎麼申請 蠻快的 你通常是幾天之內就會幫你安裝了 好 那我自己本身呢 申請的是三段式 已經申請一段時間了 那真的申請的話 它跟你沒有申請呢 在你的電價的成本計算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就回到我剛剛做一個Excel的計算表 那原本我本身是沒有打算做這個計算表 但是我很好奇到底是我在離風日去挖呢 還是說半間風也去挖哪一個比較 誰兩個都挖呢 就是黃色跟綠色的時段都去挖呢 跟綠色區塊這個挖呢 到底誰會比較多的利潤 那當然利潤已經很少了 那至少不要虧本 好那我去做一個比較 在我還沒做這個分期之前 我直覺跟我講在這個 幣價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我應該只用綠色這一段離風日去挖 因為黃色這段去挖的話 你還要顧機器有時候當機啊 那機器用久會損耗 其實只賺那麼一點點多個幾百塊 或幾千塊對你是相當不利的 OK 呃 因為東西會損耗嘛 硬體的東西嘛 用久的東西都會壞 那賺的 當然只有幣價高的時候 這段黃色區塊才會把你的月圈提升起來 但現在幣價這麼低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到XL去看一下 好這就做了一個時間電價估算表 那綠色這一塊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一塊 就是在單純的離風 那離風的話呢 我們這邊估算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 它的計價的方式 好在兩段式 剛剛有看一下 就是時間電價 簡易型兩段式這三段式 我們直接看到三段式 因為我用的是三段式 它在計價離風度是1.8 OK三段式1.8 那它一個半間風是4.07 這邊的間風是4.44 那就是少了這麼一點點錢 那不管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很 善用這個時間去做一個 用電的規劃的話 三段式是絕對佔優勝的 那稍微多優勝那麼一點點 就是這個零頭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所估算的部分 好那因為我是用三段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時間電價估算表 我單純用離風就是綠色這一塊 我就是週一到週五 那我離風的話呢 是22點半到吃著7點半 假設你全部去挖的話呢 你一天就會挖9小時 9小時 OK很容易計算 好那一天 一個月30天 那我假設每小時用5度電好了 那你這5度電呢 可能包含你一些有的沒有的電 那看個人的情況 好OK 那你的顯卡的數量 那我這個是大概略估 因為我總要多估一點嘛 避免到時候挖虧了 OK 我把成本稍微提高一點 那試用電價就1.8 那每月挖礦的時數呢 就390小時 390小時就是 我9 OK OK 一天9嘛 那我們看一下公式的計算 那計算方式 OK 這邊有點 我有把假日的時段補進來 因為這邊所估算的是 你看啊 就是C7乘C8 一天 一天9小時 那 OK C8的話是30天 那就是 C7乘C8 OK 9 3 270小時 那我必須再加上呢 假日的部分 假日部分我不會只有挖9小時嗎 我是24小時開挖 所以我必須將這個9扣掉 所以這個差異的部分呢 就是15個小時 那兩天的話就是 15加15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 然後一天 一個月有四周嘛 所以 得到的total時數的話呢 就會是 這個390小時 那 在假日部分呢 你自己去更改 那時數就會跟著變化 好 那我們得到一個綠色的部分呢 總共所得到的費用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算 我呢 1小時5度電 OK 每度1.8 那390小時的費用就是 這個價錢 3510塊 那如果說我將黃色區段的部分 我會全部去利用的話 我會得到一個尖峰 半尖峰的費用是 2035塊 那我們很快就會得到一個部分 整個total的費用 那整個total費用呢 最近台電又做一個變化 我們現在看一個基本的 加價的部分 超2000度每度要加0.9 這邊寫的 OK 超2000度每度加0.9 OK 等一下 移一下 OK 超2000度每度加0.9 那最近又有一個新聞說 超1000度要加加9% 那一樣我把這個估算進來了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我公司怎麼算的 應該是沒算錯 如果算錯的話 就麻煩你自己去更改 那我們整個到一個total的計算結果 就是說 我單純我在尖峰區挖的話 我得到的收益是5840塊 如果說我連黃色半尖峰區挖的話 每個月就是每天都去挖的話 我得到的收益是5710塊 各位有沒有看到 你半尖峰區挖 不會比較佔優勢喔 那除非你的幣價是上漲了 你半尖峰這一段 才可以去cover你那個店價的費用 不然你其實是半尖峰區挖 越挖越虧的 所以說到現在如果說你還沒有任何概念的話 我奉勸你趕快去申請三段式的時間電價 如果說你是一般住宅用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呢 我今天一樣用離封跟半尖峰這個時段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去申請時間電價的話 是沒有所謂的離封跟半尖峰的 那你的成本費用呢 同樣的時數之下呢 就是在同樣的時數之下呢 你所得到那個費用 挖礦費用 電價成本是11647塊 那你的收入呢 只有938塊而已 那是白忙一場 那實際上呢 可能 甚至還是負的 因為幣價會變動嘛 那實際上你的損耗狀況 跟我的估算也不太一樣 所以說呢 我希望這個損益試算表呢 或 呃OK 時間電價的估算表 跟損耗費用比較的損耗試算表呢 對一些鋼入坑 或不小心入坑 因為 看了別的Youtuber介紹說 呃 以時間換取金錢之類等等 不管你就買了 那我希望呢 你還沒有回成本的 呃 朋友們呢 礦友們呢 礦工朋友們呢 希望你可以看到這個 妥善的去規劃一下 你到底要不要去挖 如果你真的要去挖的話 就去升級時間電一下 那如果說 你沒有升級時間電的話 封勸你就把機器關了 不然 不然就是說 呃 其實就是 勞民傷財的意思啦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在這邊呢 我還有提供一個ETH 24小時的行情表 這邊呢 點下去 你可以直接把ETH 私價直接點進來 那會跟著變動 那我們點一下 那我們點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這邊已經成台幣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己做一個切換 那我們就輸入現在 ETH的行情表 那比如說 35333 喔 又跌了 那我們點下去 35333 OK 那我們就輸入 35333 OK 那你的損益四段 就跟著一起變動 那希望呢 這個一期的介紹呢 能夠對 嗯 不太清楚挖礦這個坑的朋友呢 有所幫助 好 謝謝觀看 如果你覺得有幫助的話 幫忙點讚 訂閱跟分享 我會 呃 不定期去更新這個頻道的內容 當然我的頻道內容 不限於此 在看我的說明 裡面有介紹 以後相關的介紹內容 那謝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